那麼FocusEye呢 如果你已經做好了 不管你用哪一個 你把它儲存 這裡有一個儲存專案 你把它存起來 我把它放桌面上比較好找 存起來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你要怎麼把它做發布的動作 它的發布有分成幾種 就是右上角這裡有匯出 你可以看到 可以發布到雲端 也可以變成一個執行檔 也可以變成一個視訊 不過呢國際版的 我記得視訊是不能發布 如果你是簡體版的 它可以發布 所以其實我以前有一個需求 就是把這個簡報做成一個視訊檔案 我就有付費 就那個時間付費 你不付費的時候 反正專案檔在你這裡還是可以開 所以你可以選擇 如果你要用到最完整功能的 基本上就是 打開它的原始檔 或者是像這樣變成ES1 它就幫你把播放器就包在裡面 其實你們用那個PowerPoint 也有這樣的 我問一下 因為現在大家是因為 每台電腦都有Office 所以你覺得走到哪裡 把Office PPT打開好像是正常的 可是其實 電腦裡面沒有裝可以播放 PowerPoint檔案的話 或開啟 是不是一樣不能開 對不對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如果你要相容性最高的 就是你帶著它的專案檔 帶著它的ES1 它就把播放器包在裡面 包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你要哪一種 假設你要分享到雲端 你可以在這邊給它一個標題 然後告訴它你的類別是哪一種的 你的類別是哪一種的 待會你傳上去之後 傳上去之後 哇這裡面 喔 computer 好這裡 待會我傳上去之後 它就會給你一個網址 你就只要把那網址 分享給別人就好了 這樣了解 你可以像這樣 但是呢 我要提醒各位一下 用這個名稱 很沒誠意喔 請問 平常我們的新檔案都叫什麼 未命名1 未命名2 有沒有 所以等一下你如果用這樣傳上去 它會告訴你 有誠意點 改個名字 哈哈哈 好不好 所以你待會可以試看看 這樣有沒有對我們focus在 比較少了解了 來 那我就還給你囉